汤山一县 汤山处于长江和秦淮河之间 位于南京市东北郊 距市区约28公里 在远古年代 汤山处于较深的海洋中 到中生代的白厄纪初期 1.7亿年前 强烈的造山运动 形成了连绵的群山 此后又因涌现出地热温泉 故得名汤山 汤山地质高亢 可避水患 草木繁茂利于生存 加之山体发育 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溶洞 可作原始先民的栖息之地 因此汤山不仅享有 天然地质博物馆 和温泉之乡的美誉 更因近几年发现了溶洞群 以及大量古动物骨骼 和猿人头骨化石 而轰动于世 南京猿人化石发现地 位于南京江宁区 汤山镇西南侧的 雷公山北坡葫芦洞内 洞以壮若平卧的葫芦而得名 猿人洞洞穴最早发现于 1990年3月 1993年的3月13日 在洞穴裂系下的小洞内 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 经专家鉴定为猿人头骨化石 后被正式命名为 南京猿人一号卢骨 4月18日 有关人员在洞内清理化石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具猿人头骨 后被命名为 南京猿人二号卢骨 此后考古专家又在洞穴内 发掘出一枚猿人旧尺 南京猿人卢骨化石 是继北京人 南田人 河县人之后的 又以古人类重大考古新发现 出土的南京猿人一号头骨化石 保存比较完整 有顶骨 额骨 左眼矿 以及部分面颊和鼻骨的 游泄法测定 其绝对年代为距今35万年左右 后来又经过多种方法 精密测定为距今50万年左右 代表一个21岁至35岁之间的成年女性个体 二号卢骨化石保存了完整的卢骨部分 有额骨 顶骨 枕骨等部分 二号卢骨化石厚重粗壮 经研究其代表一个30岁到40岁之间的成年男性个体 经过多种方法精密测定 其绝对年代距今约24万年左右 在汤山葫芦洞内发现的这两具35万年前的 旧石器时代人类颅骨化石 猿人旧尺改写了南京及长江下游地区的人类发展史 和区域开发史 与猿人头骨化石同时出土的 还有数千件古代哺乳动物骨骼化石 包括棕熊 李氏野猪 梅氏西 葛氏斑鹿 种骨鹿 水牛等17种 这些动物化石出土的时候 相互交错叠压 常常可以见到各种枝骨 鹿头骨 鹿角等骨骼成堆成片的堆积在一起 数量异常丰富 这种现象 在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同时期的 古人类化石地点中是少见的 这些动物化石代表了当时动物群结构 对研究恢复这一地区当时的古地理环境 古气候 古植被等古人类生活环境 及古动物的分布迁徙等问题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 及古生物学界的高度重视 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汤山古原人洞揭示了旧实际时代 人类历史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人类远古时代的生存秘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未来 Comun策 未来 未来